各位学习钢琴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 车尔尼钢琴流畅练习曲作品八四九 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车尔尼这位伟大的钢琴教育家 作曲家为我们写作了无数的钢琴练习曲 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教学体系 每一个学习钢琴的孩子们 在他们打基础的阶段 以至于到达中高级的程度 我们都离不开车尔尼的钢琴练习曲 比如说 在今天讲解的这个八四九之前 大家一定已经谈过了五九九 五九九也是基础的手指练习 那么五九九结束以后呢 就是作品八四九 当八四九结束以后 还有二九九练习曲 七四零练习曲 这几本教材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简单的讲解一下 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应该来说呢 就是基础练习部分不外乎是音阶 音阶类型的或者是爬音 这些练习曲总是取决于这些简单的技巧 但是呢 每一本程度的增加 每一次难度的增加呢 首先变化的还是量增加了 比如说篇幅变长了 假使说前面五九九的教材是 一页大概就是八小节是一条练习曲 但是像今天的八四九呢 它就变成了几十小节一条练习曲 随着程度的增加 尽管还是以音阶类型或者是爬音类型为主 但是这个曲目的篇幅变长 手指需要跑动的距离和时间都长了 因此我们就会觉得技巧的难度增加了 再回过头来说 只要我们在基础的简单的程度阶段 解决好了音阶爬音或者是和弦八度这些技巧 那么今后的难度呢 就没有那么难 只不过是要调整更多的音乐内容 以及呼吸和休息的方式 第一首练习曲 我们先看一下右手 右手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跑动 当我们把曲目熟悉了以后 首先需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需要找到音的运动方向和它的组织 比如说这条练习曲就是六个音一组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在弹奏的时候呢 手指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要注意 必须加上手腕以及手臂的配合 音的运动是有高低方向的 我们看一看手腕 一二三四五六 好像六个音一连串 其实这种微微的感觉就是一种呼吸 很多孩子在弹的时候觉得累 觉得吃力 那么简单的来说 他们首先应该找到呼吸的方式和呼吸的地方 比如说这六个音 每六个音循环一次 只要在运动当中就可以避免或者是说减少累的感觉 在这里我先强调一点 当你在弹奏当中 如果手有一些累 胳膊有一些紧 应该说只要不是非常过分 这也算是肌肉运动当中的一个正常现象 并不是说我觉得累了 就一定是我这个方法出了大问题了 是适当的 只要是在运动 总是有一些一点点疲劳的感觉 但是我们可以简化弱化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注意 六个音一串 这种感觉呢 当你初次练习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提醒学生 比如说动作稍微大一些 来寻找到这个循环的方向 一二三四五六 好 等你弹熟了 动作也熟练了以后呢 就缩小这些动作 切记 太多的手腕和手臂 这种动作太多了以后 手指头就懒掉了 手指不能懒 然后微微的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曲子 有些时候呢 它又不是六个音了 比如说 这个是曲子的后一半 这个时候手臂的感觉是十二个音一连串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音的组织就变长了 于是我们一次用力下去要走十二个音 有些地方短一次六个音 有些地方长一次十二个音 好 下面我们完整的为大家演奏一次 这三个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